这个视频,我们来聊一聊词这种文学题材,词最初的名字叫曲子词,看见曲子两个字,我们就可以知道词跟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其实词就是当时配着音乐吟唱出来的歌词了。 从来源上看,词又被称作诗语,因为词是从诗歌发展而来的,词外词又被称为长短句,因为词中的句子有长有短,长句短句相交织。 词呢,先起于隋唐时期,经过了五代,翻展到宋代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,就像唐代是诗歌的高峰一样,宋代是词的高峰。 宋代时期,经济发展,城市繁荣,市民们有很多闲暇时光,可以用来休闲娱乐贴听唱词,而宋代的知识分子们也很喜欢创作词,于是词在宋代就异常的兴盛了。 按照词的字数多少,我们一般把词分为三大类,第一类叫做小令,它是字数最少的,字数小一等于58字,比如我们后面的视频要讲到的李清照的如梦令, 共33字,就是典型的小令啦。 第二类呢,叫做中调,它的字数比小令要多,一般字数在59字至90字之间,比如我们后面视频中会讲的苏式的江城子,共70字,就属于典型的中调啦。 第三类,叫做长调,字数最多,在91字以上,比如后面会讲的江奎最著名的作品《杨周曼》,共98字,就是典型的长调作品啦。 词都有段落,每段叫一片或一雀,按照词的段落多少,我们可以把词分为四类,只有一段的叫单调,往往都是小令,分为前后两段的叫做双调,分为三段的成为三叠,分为四段的就叫做四叠。 三叠和四叠都是比较罕见的,词还有词牌名,词牌名其实就是词所依附的曲子的名称,也就是词调。 词牌名的来源非常复杂,有的是唐代歌曲名,后来用作词牌,比如蝶恋花,天仙子,有的来自于名人的作品,比如《易秦鹅》是来自李白的名剧《秦鹅梦断》《秦楼月》,有的为了具体的人和事, 而作,比如《水调歌》是为了孙杨帝开凿大运河而作的,也有《殷井生情》而作的,比如《雨林林》,相传唐玄宗在杨贵妃死后,一日雨中行路,走在山谷中时,突然听到了铃声,雨声加铃声,分外的气清,唐玄宗想起了已故的杨贵妃,于是写下了这首曲子。 自开始创作这些词调时,词和词调的内容是一致的,词牌名最开始也差不多相当于题目,不过到了后来,依照一个曲调填的歌词渐渐多了起来,词牌名已经不能表现词的内容了,那么为了概括词的内容,作者有时会在词牌名下加一个题目或小叙, 比如苏式的《念奴交下》,就有个题目写明《赤壁怀骨》,说明写的是在赤壁改怀历史的所见所思。 之后,我们来简单说一说词的风格。 明代的人读词,喜欢把词分为两个派别,一个是婉约,一个是豪放。 婉约就是婉转含蓄。 婉约词内容作为离仇别叙,儿女情思, 比如一种相思,两处嫌愁这种。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有李玉,刘勇,燕淑,周邦燕,李清赵等。 那么相对的,豪放,就是辉红雄放。 豪放词内容都是军情国事,返怀历史等等。 比如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这种。 又比如,八百里分,徽夏至,五十仙翻,赛外生,沙场,秋点冰,这种。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有范仲燕,苏氏,星期几等。 好啦,关于词的概况,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 具体的人物及作品讲解,请点击后面的视频。 现在,有会计做题,拿金币吧。